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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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回到香港 已經過了兩個多月 手頭上的相片和影片 還在處理 很努力的 大家給點耐性等一等我 網上有人問我 不如教大家 做台灣的食物 那 就 突然想起 在台北九份吃的護丸 相信有去過九份的朋友 都一定有吃過 那間護丸 真的很好吃的 今天就教大家做這個 九份的護丸 首先 我們把雪耳浸軟 之後 把番薯和芋頭 去乾淨皮 清洗乾淨 去好皮 清洗乾淨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番薯和芋頭切成薄片 為什麼要切薄片呢 因為方便去蒸到它淋身 所以這個步驟就是把切成薄片的番薯和芋頭 蒸到它淋身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蒸好的番薯和芋頭趁熱壓爛它 記得動作要快 因為變凍後就很難壓爛 之後我們就可以分別加入40克的番薯粉 然後把它拆均勻 可取出一大小顆 然後把它拆均勻 然後我們把它拆均勻 把它拆拆均勻 這樣,然後芋圓就完成了 如果在搓的時候,粉團太乾身的話 都可以加一點點水 水滾之後就可以加入雪耳煮20分鐘 記得一定要把雪耳切碎 最後可以加入冰糖和芋圓一起煮 煮至冰糖溶完就完成了 經過多重繁複步驟,又要剔皮,又要蒸,又要切,又要拆 力盡千辛萬苦,完成了我手上的芋圓 不過我先給大家一點點提示 如果有去狗份食開芋圓的朋友 通常是要加冰去吃 我終於明白為何要加冰去吃,而不是雪凍去吃 雪凍了一碗的食物,就變了好... 因為我跑去吹冷了 結果就導致土 awhile洲電池的水滾 就缺望帶水很溫暖 所以我終於明白,是要加冰去吃,不是雪凍3 brig 要加冰去吃,而不是冷這碗的拆 如果真的要煮的朋友 冰糖的份量是可以減少一點 我放了600克的糖 冰糖可以減少100克 用500克至450克都可以 因為現在是很甜的 其實405克的糖已經可以了 現在我試吃這個番薯的味道 嘩 你不要說 口感好像真的在狗份吃的質感 嘗嘩 嘗嘩 口感 真好 口感 我手上這碗九份芋圓應該真的很好吃 希望大家去嘗試一下 看看你試完之後告訴我你成不成功 我繼續吃我的芋圓 我繼續吃我的芋圓